懷孕對女生來說是趟辛苦的過程 尤其是高齡產婦更是要小心 德國一位65歲的阿嬤 10年前就曾經因為高齡產子 登上新聞版面 最近她又要挑戰生四胞胎 讓醫生都為她捏拔冷汗 我不太害怕 至今我非常穩定 我沒想到為什麼會改變 這位高齡阿嬤從21歲開始 就陸續和5名不同男子 生了13個小孩 秀出全家福照片 羅尼格 兒孫滿堂 近來只因為9歲女兒 一句話想要有弟弟或是妹妹 讓她決定冒著高風血 藉由他人捐贈的精子和卵 人工受孕再拼一胎 羅尼格破了最高齡孕婦 懷四胞胎的世界紀錄 但也讓人擔憂高齡65歲的她 然後除了即將面對現有的13個孩子 還有4個嗷嗷逮捕的嬰兒 她能應付得來嗎 簡素正如綜合報導 請問一下